浩然喝酒被交一口闷后知后觉发现被骗 不是这后来有人教我的 近日唐人街探杆酸正在如火如荼的宣传中 主演之一到刘浩然自然也连轴穿 为作品在座宣传 相较于身边其他人的细皮梦卓 刘浩然在现场直接一口闷了一杯红酒 也不由地怀疑刘浩然是不是小酒鬼 浩然弟弟自己透露自己喝酒一口闷的原因道 是后来有人教我的 说一小口一小口闷 酒精窜到你脑子时候你是醉了 酒精在胃里其实是没事的 你一小口一小口闷 酒精直接往上反 你一大口哼下去呢 开始从胃里慢慢往上反 最后还强调是有人教过他这一章 就是因为他们说什么 说你一小口一小口闷 说酒精是到 就是酒精窜到你脑子的时候是你醉了 酒精在胃里其实没事的 你一小口一小口闷 每一口下去的时候呢 他都往上反 你一大口喝下去呢 他慢慢地从胃里往上反 是有人教过我这招 这谁教你 我完全不是正确的吧 你教你那人就肯定就想让你干 你知道吧 你就跟你说 你就一口干了 有点白怪 胡你呢孩子 在胡你 喜欢酒精队呗呗 喜欢酒精队呗呗